欢迎来到贝儿的厨房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玉米萝卜排骨汤 排骨350克撒上少许面粉 抓匀让面粉吸附排骨上的杂质 再用水多次冲洗 将面粉及杂质冲掉 清洗至水呈现清澈的状态 接着将排骨放入冷水中 开火加热煮出排骨里的血水 用筛网将煮出的血磨捞除 然后用温水将排骨上煮出的杂质清洗干净后备用 白萝卜约500克切小块 玉米一条切小段后再分成小块 准备一锅水 水滚后放入排骨 盖上锅盖炖煮20分钟 20分钟后将萝卜及玉米放入 继续炖煮30分钟 30分钟后加入一小匙盐及一小匙煎鱼粉调味 三小匙盐 来尝一下味道 嗯 汤头好甜 汤再次滚飞后 玉米萝卜排骨汤就煮好了 使用材料会放在影片后方 及说明栏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